加泰选战白热化四名涉及非法独立宣言的加泰前内阁部长还押候审多天之后 星期一暂时重获自由 获准保释外出 不过前副主席荣克拉斯和最大独派组织加泰隆尼亚独立会议前领袖桑切斯依然是收押 而全力为加泰隆尼亚党只能够在主要候选人缺席的情况下 由党魁 也就是加泰前主席 Puig格蒙特透过视讯启动竞选工作 Que es preparin, que comencin a buscar algun remei contra el tremolor de cames perquè avui comença una campanya electoral que farà que Junts per Catalunya vagi d'aquest punt on és ara fins a la victòria i un cop amb la mà la victòria Puig格蒙特信誓旦旦认定独立公投的仕头 将延续到21号的自治区重选 但最新民调却不是这么说 认为全力为加泰党最多只能够拥有26席 民调看好的是在野的公民党 这个清商政党形象年轻 在坚持统一会更好的同时 也支持加泰自治权 能够禁收两边票源 有望在135席当中囊括31到32个席位 成为加泰最大政党 家泰问题不当 估计只会赢得7席 比之前的11席少了4席 恐怕沦为家泰最小党 但是在社会党的加持下 三大统派政党估计拥有 67席的简单多数 成功否决独派垄断议会的局面